往左边一点点 这样的话可能就比较方便拍到绳枝毛笔 看一下 皮贴 绳枝 下 贴 往下 如果我离开它是个三角度 下 皮贴 它就会很好看 它还比我更开 你可以更开一点 对 这个日呢 它是属于方形带点点 所以你的第一笔就不要下太长 而且它第一笔 跟第二笔还没有接上 这个缝它的写法跟我们平常有点不太一样 我觉得也有可能是因为它小致的关系 所以它的这个撇的那一笔 直接刷就往下了 右边那一笔它是用那个好像是那个 剑形的那方式 那像那个剑 这个笔下去 我们可以解释它是属于长的三角点的模式 但是呢 它在尾端的时候有稍微按压一下 好 那这个三个横划呢 都不要不要太长 就是说 就是说 好